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今天给你带来提问框架六步法的第三步 根因确认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确认根因就是要找到问题形成的根本原因 如果你连产生问题的核心都找不到 就很难提供相对性的解决方案 比如你头痛去医院看病 医生给你开了止疼片 你吃了几天药以后觉得自己的头不再痛了 就把药停了 结果药一停 头又开始疼痛 这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引起头痛真正的原因可能有很多 比如是你自己新配的眼镜度数过高 导致了四神经疲劳 又或者是你最近睡眠不足 经常熬夜等等 这些原因都会引起头痛 所以要想真正治愈头痛 应该是查找引起头痛的根本原因 而不是先盲目吃纸弹片 如果只是为了问题的表面症状提出解决方案 那么问题肯定还会再次出现 我再举一个工作上的案例吧 老郭是一家连锁店铺的总经理 管理很多线下的门店 但他发现今年不少门店的业绩相比去年出现了明显的下滑 于是老郭就召集相关人员开了个会 会议上团队成员七嘴八舌 总结起来呢 也就谈了业绩下滑的这么几个原因 那我把它分成ABCDEFGH 那今天的课程呢 会比较的强调一个分析 所以呢 如果你在理解上会出现一些跟不上呢 我建议你呢 可以去看一些这个文字稿 那A原因是 现在的店员任务重 工作时间延长了 员工呢 接受不了加班 B 店员啊 今年几乎没有任何的一个培训 C原因 员工稳定性差 老员工出现了流失 D 能力资源部限制了各个店铺 录用新的人员 说要管控编制 E呢 就是店铺的服务人员不足 F的原因是 店铺的数量今年急剧增加 团队的服务能力跟不上 G原因是 店铺客人多的时候啊 由于店员都很忙 就没有办法认真接待每一个客人 H原因是 生产跟不上 好卖的产品有断货了 听了那么多的原因 你是不是已经有一种晕呼的感觉 你认为哪一个才是根本原因呢 如果你是老国 你又打算如何制定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呢 你会先解决什么问题呢 那么这节课呢 是比较骚脑的 但在实际工作中啊 你会经常遇到 这节课呢 是非常有用的 所以 请你一定要保持专注 我带着你一起探索一下 如何可以通过提问来发现问题的根因 进而呢 更高效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你或许很想知道 在实际工作中 我们该如何通过提问来做根因分析呢 别着急 这节课我会带着你一步一步的展开 根因分析啊 一般可以分解为以下三个步骤 我把它称之为根因分析三步法 第一步 你先要学问目标和现状的差距是什么 我在提问框架六步法的第一步 发现问题中曾提到过 问题的本质是期望和现状出现了交大的落差 了解具体落差是发现问题的关键 在上面的案例中啊 如果你是老郭 你可以这样向团队成员提问 今年的业绩比去年同期下滑 请问具体下降多少 还有 业绩啊 有很多的细节指标 请问具体是哪些指标没有完成呢 差多少呢 如果这样问 你就会收获一些具体的信息 比如 今年的收入和利润率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0% 25%左右的门店业绩出现了下滑 尤其呢 是华北地区的店铺 还有 新科数同比下降了20% 而老客重复购买率又下跌了35% 通过这样的回答 你呢 就会对业绩下滑这个问题啊 有了更加细致的一些了解 那么 根因分析法的第二步叫 你要识别出潜在的驱动因素 你先要做横向的分类的排序 再做纵向的深入的分解 注意 这个非常重要 所谓驱动因素 就是导致问题发生的潜在因素 这些潜在因素呢 就组成了导致问题发生的原因 这句话听起来比较闹 那怎么理解呢 那就好比销售收入少的驱动因素啊 可以是客流量少 转化率不高 客单价低 没有重复购买等等 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 就造成了销售收入少的原因 如果找不到潜在的驱动因素 那么 想要提升销售收入 就会无从下手 为了方便你理解 现在或者等会空的时间 你拿出一张纸 我们尝试啊 把刚才案例问题的驱动因素 在纸上画出来 你需要列一张清晰的框架图表 帮助你找到更因 你可以在这节课的文字板上 找到这张图 首先呢 你可以在纸上画一根横向水平走 你要把导致问题的各种潜在因素 做水平方向横向的分类 就好比现在垃圾也要分类一样 影响业绩下滑的横向启动因素啊 可以分为三类 我把它叫人员层面 组织层面和物质层面 然后呢 你可以在纸上呢 再画一条纵向的轴 把之前你听到的各个因素呢 分别归类到横向的三类要素里面 那接下来呢 把你认为有因果关系 影响业绩下滑的各种因素 就是刚才我说的ABCDEFGH 用箭头呢 关联起来 好了 你现在画的结果出来了吗 我已经把上面案例中啊 影响业绩的一些各种因素 做了整理 你可以再次在文字版参考下面这张图 关于这个框架图呢 老郭啊 最少要问团队成员三个问题 基本上就可以确认更因 那第一个问题是 请问有哪些类别的横向成员的启动因素 导致业绩下滑的问题呢 那比如说 人员层面因素 组织层面因素 和物质层面三个类别 那么这三个类别呢 在一个横走方向上 是并没关系 那老郭问 第二个问题就是 你们反馈的各种影响业绩下滑的因素 分别属于哪一个分类驱动因素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 比如A因素 还记得吗 叫工作时间延长 C因素 老员工稳定性差 E因素 员工总体数量就没有增加 反而减少 G因素 员工工作繁忙 无法认真周到的接待客户 这些因素啊 都属于什么 叫人员层面因素 那我们再看一下 组织层面因素有哪些呢 你会发现有B因素 那就是缺少及时的员工培训和D因素 公司呢 有限制录用新的成员 那这两个因素呢 都属于组织层面 我们再看一下 F因素 店铺数量急剧增长 和H因素 生产跟不上 产品多货 这两个因素都属于什么 叫物质层面的因素 好 那么接着呢 那老郭就把上述各个层面因素呢 再做纵向的深入分解 重新排练升息 从而找到源头的根本原因 比如老郭可以这样问 请问事件是按照什么顺序发展的 才会出现这个问题呢 问题发生的真正根源的因素是什么呢 或者老郭也可以这样问 这些因素 ABCDFGH 彼此间是什么关系呢 什么因素导致了下一个因素呢 哪些因素是根本原因 哪些只是随后而来的一些结果因素呢 如果这样发问 老郭可能就会收到以下的回答 比如 A因素工作时间隐藏 加上B因素缺少及时的员工培训 就会导致C因素的产生 C因素叫老员工稳定因差 对吧 你想工作时间长再加上又缺少了培训 那么老员工就会流失 那公司呢 又限制录用新的成员 这个D因素就会造成E因素 E因素会怎么产生呢 员工数量没有增加妨碍减少 它的产生是因为两个原因 一个是D因素 工资不能够录用新的员工 第二个呢 C因素 现有的老员工呢 又产生流失 所以总体就造成E因素嘛 对吧 员工人数就减少 那么F因素 就是店铺数量局局的扩张 加上E因素就会导致什么 G因素 叫员工工作繁忙 无法认真周到的接待客户 你想是不是这样 员工一旦忙了 没有办法认真周到接待客户 可能是两个原因造成的 第一呢 是F因素 店铺就局扩张 店铺越来越多 再加上E因素 就是员工整体数量没有增加 反而减少 那这两个因素加起来呢 就会造成什么 现有的员工 在客人多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认真周到的接待客户 好 最后呢 因素G 也就是说员工工作繁忙 没有办法认真周到的接待客户 加上H因素 就是生产跟不上产品断货 这两个因素加起来 就会造成什么 业绩下滑吧 那如此分析下来啊 影响业绩下滑的三个主要因素是 第一 叫H因素 生产跟不上产品断货 第二 叫E因素 员工的总数量减少 还有F因素 店铺数量局局装 好 那么更因分析法的第三步 叫继续探究 不断的追问 引发核心问题 发生的其他可能因素是什么 到了这里啊 老郭不能仅仅满足于 团队成员反馈的刚才 ABCDEFGH几个因素 需要尽可能的多利用提问 帮助团队找出更多的其他因素 比如品牌知名度如何啊 华北市场的用户消费习惯 和其他城市有什么不同吗 还有 华北市场高管团队的管理能力如何啊 那当然还可以问 竞争对手采取了什么新的措施呢 刚才说的这些其他因素啊 也可能导致老郭的某些地区的店铺业绩下垮 那为了简化的目的呢 这里呢 我就不具体展开分析了 那讲白了 在分析问题的时候啊 你不能遗漏任何重要的核心因素 那下面呢 我就对今天的课程做一个要点的小解 这节课我向你介绍了提问框架六步法的第三步 更音确认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在实际工作中啊 你要通过提问找到更音 你可以使用更音分析三步法 那首先呢 学问目标和现状的具体差距是什么 你要把一个大的问题的一个差距分解到每一个小的问题的差距上 其次 你要找到问题的潜在其中因素 你需要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对问题重新排序和分解 直到你发现更音 最后 要继续探究不断的追问引发核心问题发生的其他可能因素是什么 你要不断的深挖 追问根源 不能遗漏任何重要的其他核心因素 好啊 今天的课程呢 就到这里 感谢你耐心的收听 下节课 我们将学习提问框架六步法的第四步 叫策略制定 怎么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 那接下来呢 我要提出本期给你的思考题 假设你的部下向于反映目前团队成员士气低落 对吧 肯定是很多公司有这个问题嘛 那你的部下呢 反馈了一堆的原因 比如目前团队态度消极 没有晋升机会 很久呢 没有涨工资 部门呢 人手又不够 工作的环境呢 又沉闷 整个企业呢 没有学习的一个机会 等等等等 你将如何通过提问 结合今天的知识点 找到根源呢 欢迎你在留言区和我互动